大家好,我今天的直播电脑教学 我要跟各位分享 在Excel里面 当我们今天建立好这样子一个试算表之后呢 我们应该学会了建立试算表 建立试算表之后 我们下一个步骤啊 应该我们就要尝试去做一些资料的搜寻 筛选资料的计算 例如在我们今天这个范例里面呢 我就想要去跟各位来谈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叫做格式化为表格 格式化为表格 当我们使用了格式化为表格这个功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去完成资料的一些定义 然后方便我们去做寻找筛选 首先例如说在这里 当我们今天有了这样一张很大很大的资料表 好这个地方我们来去思考一下 这个是栏位的名称也就是标题列 然后接下来呢下面这个部分就是记录的内容 这些记录的内容 当我们需要透过这样子有很大资料表进行寻找啊 筛选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先把它定义为表格 先把它定义为表格 表格是不是有标题列 还有记录内容 没错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定义 那怎么做这个资料范围定义成表格呢 在常用底下哦 常用 各位一定要先思考一下哦 常用这个功能标签底下的每一个功能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真的请你们一定要学常用底下的格式化为表格 这个功能 他就是让我们把资料范围定义为表格 好 点一下常用底下的格式化为表格 然后这边有非常多种样式 如果你喜欢就是把标题跟记录内容分开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这样子的一个性质内容 好 点一下 例如说点选 在这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下 有时候我们做的资料啊 如果没有栏位名称 那这边就不要打勾 像我现在我的资料内容呢 有行啊 订单ID 订单日期 发货日期等等 这都是栏位名称 所以我就把它这边预设 而且它还判断出来 就可以把它打勾 然后点选确定 这个栏位名称 这个表格是有栏位名称 记得就必须是用勾选的状态 点选确定 接下来我们在任何一格点一下 您会发现这一列 这一列是什么 这一列是所谓的标题列 剩下的这些都是记录内容咯 好 那我们现在把它定为表格 然后您可能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 其实我也可以把这个表格名称定义好 例如说 这个我们就叫订单表格好了 对 这个名称是不是也很容易的 就定义好 订单 按一下Enter 这样告诉电脑说 我定义好了 表格名称为订单 接下来呢 接下来有时候 我们那个资料很多 那我们在这里面啊 我们会需要去做一些资料的排序 好 所以接下来您看一下哦 这个订单日期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发现 它是从2016年4月27 2016年6月15 2016年12月9 2015年5月31号 代表这个日期哦 没有经过排序 可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找资料就不太方便 所以有时候呢 我想要去做资料的排序 方便我去做资料的寻找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产生了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要去把这个发货 例如说我现在找订单日期好了 找这个订单日期 可是哦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 这个订单日期排序这个功能在哪里呢 你有没有发现 我已经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我要去按照订单日期做排序啊 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在订单日期这边找找看 因为其实有很多的一个功能设计 像我已经把整个表格变成所谓的一个 整个资料范围已经定义为表格 那接下来我现在假如说想要去针对订单日期做一个排序 那这个时候您就看订单日期旁边是不是有一个往下的选择钮 这个选择钮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边有针对订单日期哦 专属的功能 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有这样子一个思维 就不需要哦 刻意的在上面这些功能来去查找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点选这个订单日期往右边这个往下的这个三角形 来去做选择 例如说我可以去做什么 由旧排到新的排序 也可以从什么 由新排到旧的排序 通常我们日期是连续性的资料 连续性的资料其实只有一种排序法 就是从旧排到新 好 所以请各位稍微理解这件事 连续性的资料 我们一定是从之前发生排到现在 所以我们点选从最旧到最新排序 那这样子的话我假设想要去找2015年 例如说那个年初发生的订单 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就可以从上面往下去找 先找年2013201420爱对在这里2015 好在这个地方呢2015最近发生的是这一笔 这样我是不是就找到资料了 对 这是透过排序来去做资料整理 然后方便我们来去做资料查找 那排序讲完 我就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应用的部分呢 请你一定要掌握 还有另外一种很棒的应用 就是筛选资料 因为有时候呢 例如说一个叫做渔民的这个客户 渔民的这个客户 来去做一个资料的筛选 就是我只想要查看所有客户 我记得他姓渔 他姓渔 这个渔 那可是假设名字不太记得都没关系 我们都可以把它给学习起来 怎么样去做一个筛选 然后找到这个资料 毕竟假设我们客户资料 像我现在列的资料还不算很多 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去找那种很多很多客户的话 这个时候呢 我们该怎么做 对 这个应用也很广哦 所以我现在就要教你这一招 首先 首先 因为我要找的对象是客户名称 他叫渔民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怎么找呢 好 我就可以依照这个客户名称右边这个往下的三角形 咯 好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点他 那我们可以透过 因为渔民这两个字是中文字 我们可以透过文字筛选的方式 那如果您是数字呢 如果是数字 那我们就用下面这边门去查找 都可以的 那我现在我想要教各位比较简单的做法 就是假如说今天我们这边的客户不多 客户名称不多 我们其实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勾学 举例来说这边打勾 然后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就勾 勾什么 渔民 确定 哇 你看 这样是不是很快就找到了 好 这一种是最简单 找到 找到我们要的资料的方法 可是哦 不会这么刚好 有时候我先把我刚刚做的筛选先取消掉 取消筛选就是一样 客户名称我刚刚做了筛选嘛 所以我现在我不要做筛选 所以就点选这个网 这个筛选钮 清除客户名称的筛选 点一下 这样是不是所有资料又恢复回来了 可是我现在我想要去找 找 例如说像有些客户啊 我们是非常非常多 例如说像这些日期 发货日期 假如说我今天我要找的是 2015年的11月25号 它只有单一信 单一信 那我现在要教各位另外一种查资料的方法 另外一种查资料方法 您看哦像刚刚我们那样子的查找 我们可以针对像例如说针对这个细分里面 然后它就只有可能几个项目 像例如说消费者的形态 好跟我们我们的客户的形态 它是属于小型企业公司消费者 它就只有这三种 可是如果说以客户客户的名称 那就可多了 假如说你今天我开一个文具店 然后跟我往来的客户呢 我把它记录起来 天哪那一天可能都要产生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不同新的一个客户名称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教你另外一招文字筛选的方式 所以在这个地方假设我一样也是要去找渔民 那我这时候就点选客户名称这个往下的选择纽 然后接下来在文字筛选这边文字筛选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叫做包含来去做寻找 例如说包含 因为我知道我假设知道它的名字 我就直接输入它的名字 于名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直接点选确定 一样可以找出来 甚至我再教各位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去模糊查找 因为假设我先清除掉这个客户筛选 因为有时候我记不住那个客户他叫什么名字 可是我记得住他姓什么 毕竟姓是比较少的 那个名字是比较多的种类 好 所以呢 我就在这文字筛选这边 我一样用包含 包含什么呢 例如说我只记住哦 他姓鱼 后面我不记得了嘛 后面不记得我们就打一个新字号 很棒吧 这个鱼什么什么 通通都会找出来 不管是一个字的或两个字的 好 我们现在就来找找看咯 确定 那刚好我这边我的客户就只有鱼名这一个人 所以我就可以透过这种筛选资料的方式 是不是把我所有的资料呢 有另外一种筛选的方式来去做查找 是不是更容易了呢 好 这是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筛选这一个功能 那我一样先把资料哦 先整个恢复回来 资料整个恢复回来 就是清除我刚刚做的筛选 怎么看得出来呢 因为本来大家都是讲这个往下三角形嘛 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漏斗 漏斗是不是从大然后变到小 漏斗 这就是筛选 那我就有做了这个筛选 所以我就先把它清除掉 像这个我有做排序嘛 好 当然排序是不需要去做一个清除的 那我们接下来 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个 我觉得做格式化表格之后一个很棒的地方 就是当我今天哦 当我今天如果没做格式化 它的那个栏位名称 它不知道嘛 就是原本的资料范围 它不知道什么是标题 什么是记录内容 可是现在呢 现在如果说我今天往下卷动 你有没有发现 它已经格式化表格之后 它很棒的地方 它帮我们把那个标题列整个固定 锁定在最上面 例如说我在往下卷动 你看这个栏位名称是固定在上面 以前我们可能还要学说 那个锁定视窗 那个标题列的一个操作 现在不用了 现在哦 只要您做了格式化为表格 你就可以连标题列锁定在最上面 还有我们今天可以做排序 又可以去做筛选 你说这个格式化表格 棒不棒呢 接下来哦 我还是要谈到计算 计算 因为有时候呢 我们假如说我想要去做那个销售额跟利 就是销售额折扣 然后这边的一些计算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好 以前我们算那个销售额这边是不是有折扣 你看像例如说这个有折扣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哦 如何去做真实的销售额 所以在这边假设我的标题栏位哦 我当然是在现有资料的右边来去做增加衍生栏位 假设我现在我要算真实销售额 真实销售额 然后按一下Enter 告诉电脑说我打好这个标题名称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这个真实的销售额就是销售额我要扣掉什么 扣掉我应该要付出的折扣 也就是说他的算法记住哦 算法在这个地方他不是真正他不是要打文字 而是要去做计算 所以我们要输入等于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的销售额 建设各位哦 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是要选储存格 不是要选储存格 而是要选什么呢 选这个栏位名称 栏位名称 因为格式化为表格之后 真的请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们应该要选择的是一个栏名 而不再是储存格了 好 所以我们就点选等于什么 等于销售额 可是点也要稍微注意哦 您不要点到这个Q Q是选到整栏 这是Q冒号Q是整栏 不是需要选到整栏 而是要选到这个销售额上面 上面一点点这个地方点下去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代表等于销售额 整栏的销售额 然后也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您不要这样子选 你这样子选的话 现在就只有选到一格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意思就是 在销售额里面 是不是有很多很多个内容 有434这个内容 有683这个内容 1326这个内容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 它已经变成array了 array我要做成第一格的记录 第一格 第二格 第三格 它是一个array的性质 也就是以前我们知道的储存格 但建议各位哦 在这个地方应该要慢慢的去使用 例如说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栏位 然后去做应用 而不是什么样的储存格来做应用 好 这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学习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还真的必须要几乎都是要使用栏位名称而非储存格 栏位是整栏哦 是这整栏 好 所以现在我们当然要计算不是只有算一格 就是全部都把它算完 所以不是点选这一格而是要点选这个地方 就是整个销售额 整个销售额稍微注意哦 这个栏位 栏位 它的左边 它是一个中瓜壶的符号 成什么呢 好一样输入成 然后瓜壶 一减折扣嘛 所以一减 又来咯 我们不是要选这一格 我们应该选到整个的折扣 然后又瓜壶 而且您看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哦 当我按下Enter之后 它每一格都帮我算出来了 这也是格式化为表格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操作方法 好 那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发现 原本 原本 销售额 销售额是在这个值 然后因为有了折扣 所以它就变成是这个值 这才是我们真实的销售额 好 真实的销售额 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我就想说 让各位先了解一下 这个自动计算 这个自动计算 记住哦 我这边输入的很像是在写公式 没错 一定要请各位 一定要请各位养成 这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因为我发现 我发现很多人格式化为表格之后 我们若没有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正确概念来去做学习 我后面 我后面我们会有好多的资料分析呢 还有韩式的应用啊 可能同学会学的不是很好 所以我再复习一次这一个内容 这个内容是怎么来的 这个内容主要的算法就是在于说 我用到的是一个栏位名称 因为真实的销售额应该要扣掉这个折扣 也就是销售额要去乘以一减折扣 好 这就是一个公式 那我这边我所使用的方法不是用一格 而是用一个栏之间的关系来去做计算 它就会帮我把真实的结果算出来咯 好 所以请各位哦 一定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练习 我耳后会多几个这样子的例子 来去做练习 让大家熟悉这个自动计算 而且是在表格里面的自动计算 好 这个特殊的算法一定要请各位掌握 今天我们暂时就把这个格式化为表格的几个重要观念 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您看只要定义为格式化为表格 寻找可以做 筛选可以做 甚至栏位标题列冻结 我们自动做好了 还有就是自动计算 若您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哦 在右下角 右下角 请订阅 请订阅 谢谢您今天的参与 祝有美好的一天 再见